大家早晨 歡迎收看一月四日星期六 早上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我們一齊首先大範圍看看衛星運動 香港這個位置 我們看到廣東元朗地區雲量不算多 因為現在受一個高空的反氣船 所支配我們元朗地區 天色也不錯 今早大部份地區的低溫 都是在15至18度 新界的地方低至2度 我們一齊看看 其實今早早都是吹著一些普遍和換的偏東風 而我們今早早在太平山望出去 其實看到視野已經很廣闊 雲量不算多 受高空反氣船的影響 我們預計今天的天氣 都會主要大至天程 最高的氣溫會上升至22度 吹和換的偏東風 明天星期一至下午初天氣又如何呢 我們一齊參考相對濕度的預報圖 香港這個位置 藍色是一些比較潮濕的空氣 我們一路吹著一些偏東風 其實看到明天星期日至星期一 慢慢潮濕的空氣 多些會走近我們元朗地區 所以我們都預計 一些雲會開始慢慢靠近我們元朗地區 我們亦因此而展望 未來的一兩天 其實開始漸轉多雲 以及有機會有些微雨 天氣 我們都見到其實去到下週中期 最高的氣溫有機會上升至24度 所以其實下週中期展望 天氣在日間來說是比較溫暖的 而星期二更加有機會 早晚元朗出現霧 大家要留意天氣情況 今節的天氣先講到這裡 祝大家週末愉快